今天我们介绍了差异基因 然后也得到了 也能够对你得到的几十三百个差异基因进行注射 最后就是GSEA这个软件 为什么刚才我们这个讲的注射是超级二分布检验 超级二分布检验有一个弊端 你有没有发现 你做完差异分析之后只有100个基因了 这基因谁大谁强谁弱 没有任何意义 它们是同等的效果 是吧 因为你只是检验 有还是没有 但事实上基因有重要性的 那么这个重要性该怎么体现 就需要有另外一种算法叫GSEA 这个算法我现在已经讲不了 因为它需要很多素材 包括动画什么的 我在前面录制的视频课程里面有 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去了解 但是你了不了解它的背景原理 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重要就是要知道你的处理 或你对基因的改变到底什么通路被改变了吗 你可以通过超级二分布检验来得到通路 也可以通过GSEA来得到通路 对你们来说最重要就是知道这个通路被改变了 这个包里面 这个包里面它也包含了这样一个GSEA的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分析的呢 它就是有一个基因list 这个基因list 其实不应该是这个基因list 因为这个GSEA是需要用所有的那个基因名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它的GSEA要的这个基因list是怎么来的 可以看到它的基因list来自于这里是吧 是吧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样修改 刚才报错了吗 这个基因list 我以为是上面的那个GSEA的那个基因list 其实不是 它需要的是什么基因list 我们先来看看 先载入这个包 再看看这个基因list是什么 可以看到它是一堆 它是一堆表囊 它是一堆诺 它是一堆数字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个什么数字 boxplot 是一个 0往上下走的一个数字 是吧 那我们需要得到这个东西 它的名字是它的基因名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log for change 我们来看一下 nrdg log for change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我们也给它画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而已 我们现在这个基因list就应该点 当然这是我告诉你的 你自己是需要探索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基因list重新命名 基因list 等于它 因为gs应该需要的是log for change log for change 里面就有的基因改变大 有的基因改变小 是吧 这个我们就考虑到它的倍数变化 而不仅仅是那个是否是差异 基因list等于这个还不够 它没有名字是吧 所以我们需要名字一下 名字怎么放了nam字是吧 这讲多少次了 nam字等于什么 等于roll name的nrdg 是吧 这是不是够了呢 这个还不够 你们运行一下就明白 它会报错 为什么不够呢 它需要你排序 这个基因list是需要排序的 这是写包的人自己的错误 因为它可以在这里面写一个排序函数的 不需要我在这边的排序 我这样排序还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要加decrease 那可能这样排序还不够 排序就是sort嘛 你们想你一解哈的话 就自己去排序前后看一看 排序前后 比如说 一个a等于n 能够吗 我还记得了 先不用管它 你们排序给自己探索一下是什么效果 现在这个基因list 他还报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symbol 还不是那个 你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 你就说我们要做的完全跟它一样才行 明白吧 它是用的是ventureID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转换ID 转换ID上面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代码来转换 这个代码转换就复杂了 你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基因 roll name的上面那个基因list 或者是name字的基因list 是吧 这个时候再转换 这个就不叫基因.diff 无所谓 无所谓 叫一个名字也可以 这样转换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name字基因list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name字基因list的是什么 是symbol是吧 所以我们需要这么转换 根据symbol来转到ventureID 得到基因.diff 然后2.63%都失败了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基因list 是个列表 现在的基因list 现在的基因.diff 是一个 data from 是吧 其实的话 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基因.diff 跟我们的那个上面的nrd一机 给merge起来 temp.diff merge nrd一机 你们还有印象呢 就是它那个差异分析的6列的结果 再加上我们这个基因.diff by x.diff 应该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temp.data.from 首先我们的一个基因名等于name的基因list 这是基因名 然后我们的log forwardchange等于 2.numeric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temp是什么 temp是基因和它的forwardchange 就是从nrd一机里面提取出来而已 只不过我这里又做成一个变量了 这个基因名我们把它改为symbol 翻遍那个后面的merge 现在我们merge一下 把现在这个temp和上面那个基因.diff merge一下 merge就等于通过这个symbol来merge 就可以看到基因 就可以看到基因名 log forwardchange 还有enterid都在一起 现在我们重新做一个基因list 这个基因list应该对于 还是得于temp的log for change log for change 只不过我现在这个列名是随移命的 所以你要找种 是吧 变成这个之后 类文字也要改变 类文字不能变成那个symbol 要变成这个安全的idea 是吧 这样这个基因list才有意义 我看一下 两个一起运行 这个基因list 是不是就跟他那个数据包自带的基因list 一模一样了 就是你的这些子和这些子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再sort一下 那前面的这个sort就没有意义 前面的这些代码其实都没有意义 在这里再sort一下 因为我们怕后面那个包报错 现在再运行它就没有问题了 能不能看到 这个py 它说没有显著性 我改为1看吧 py 去我都不行 是吧 这个gs1就做出来了 我刚做了哪一些r的技巧 其实整个都是r语言的技巧 就是你要把数据做到人家给你造好的笼子那个样子 就相当于你上公交车一样 你的桌子很长 你要把鞋子进去 就是说你一定要进那个门 你做好那个数据 所有的数据就能分析了 因为都是别人写好的东西 像这个就分析起来没有任何显著性 看到没有 显著的那些应该是往这里附集 到这里就不要下了 这是你们要自己去理解这个代码 gs1就是这样 那么gs1因为软件是怎么运行的呢 这些是因为软件它需要两个输入数据 这些软件 你们可以去看到到时候我会给视频给你 我就不重复讲了 其实你们刚才的这个R里面已经用了gs1软件 因为gs1软件也是做这样的图而已 它是一个加把软件 就类似于QQ微信一样的 于是上面不停的点点点就好了 最后就不多讲了 总之就是你做好相应的数据给它 它就会给你这个结果 然后你把感兴趣的再调出来看就好了 好 课程就到此为止 然后这四个代码我会发给大家